再次能和他们相遇 我相信也是证明中国大蓝自己一个好机会 那其实从我们和伊朗队的历史交手记录来看 最近十次我们中国队是七胜三负 尤其是最近三次的交手记录 其实我们都是赢了的 而且其实伊朗队的在亚运会上最佳战绩 也就是在上届亚运会中拿到的这块银牌 对于中国南蓝小伙子们来说 今天晚上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赢面非常大的一场战役 我们来说一说 今天晚上对于中国南蓝小伙子们 有几大优势对阵伊朗 其实我觉得首先一个优势就是年轻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南蓝改革之后 这次出战的中国南蓝红队是李南指导带领的 而且所有队员都在三十岁以下 非常年轻充满朝气 我们记者也说呢 就之前的赛前采访也发现 队内的氛围也非常的好 特别阳光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中国南蓝团队篮球的 这样一个定义来说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他们可以说是赛程这次 我们占了一个很大的优势 对 从小组赛到八强赛到半决赛 我们其实虽然都是赢了的 但是我们费力可能不如伊朗那么多 伊朗之前呢 他们是在小组赛可能打得比较轻松 但是他们后来是面对了日本和韩国 这两个他们虽然都赢了 但是他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 都是耗费了不少体力 尤其是哈达迪和巴布拉米尔 他们两位虽然是贵为亚洲第一中锋 和亚洲第一小前锋 但是呢他们毕竟已经是老家了 没错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前方记者呢 沈玉就在现场 我们先来连线一下 让他跟我们带来现场的最新的情况 沈玉 好的主持人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 女兰的金牌中央战争的中国女兰 最终还是涉嫌过关 战胜了超韩联队 如愿拿到了金牌 那赛后经过混合区的时候呢 姑娘们都非常兴奋地表达了 他们在夺冠之后的喜悦之情 同时呢他们也对南篮队员们送上了祝福 他们也非常希望中国篮球能够在今天实现 对亚运会本次亚运会金牌的一个包揽 不过想完成这个目标 其实还是有一点困难的 毕竟我们在南篮在决赛中所遇到的对手 确实十分的凶险 伊朗队在这次亚运会上 基本上是派出了他们全部的主力阵容 那像哈达迪 包括巴哈拉米 这些伊朗篮球的黄金一带 也将向他们最后一次 可能是最后一次的亚运金牌梦想发起冲击 虽然在小五赛阶段呢 伊朗队的表现并不是十分的出色 但是在进入了淘汰的阶段之后 特别是在半决赛上 应该说伊朗队非常出色的发挥 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他们在面对韩国队的时候 全场的篮板球高达47个 高出了韩国队20多个 充分的显示出了这支球队 他们在内线的这种优势 应该说我们过去老说 哈达迪和巴哈拉米 他们是伊朗队的玄名二老 那在这样一场半决赛中 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了 玄名神长的威力 但是我觉得我们看过 武侠小说的人肯定都非常的清楚 对付玄名神长 最好的办法就是练就 九阳神功 对于中国南来的队员们来说呢 我们确确实实 对于我们相对于伊朗队来说 虽然经验差了一些 但是我们更加年轻 我们更加有活力 我们在速度和体能上 确实有一些优势 那如何把这些优势 转化为盛势 是我们今天晚上 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昨天的赛前的准备会上呢 中国队的主帅李南来 也是要求队员们 一定要去集中精力 尤其是我们的 后一线队员们 一定要注意 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握 一定要尽可能的 去掌握我们局面上的一个主动 那其实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应该在本次的这个亚运会上 中国南来的表现 我们其实还可以 给打一个非常高的分数的 应该说在红篮分数之后呢 应该说两支球队 都体现出了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训练效果 这也让我们对中国篮球的未来呢 还是充满期望的 本次亚运会 不论最终的成败如何 我觉得我们只是完成了一个 阶段的目标而已 其实对于中国篮球来说 我们更重要的任务 还是明年的本土的 南篮世界杯上 我们能否交出一个 更加满意的答卷 总而言之呢 在今天晚上的比赛中呢 赢了呢 咱们优着点吹 输了呢 咱们也轻着点黑 希望中国南篮呢 能够在今天呢 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卷 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 中国篮球 也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在未来前行的路上 还要不断抵立前行 好的 好 感谢沈玉 给我们发回的现场的报道 其实这支中国南篮 和四年前比较起来 我们看有四名队员还在 周琪在 丁院尹航在 王哲林在 赵泰龙还在 四年前和今年这支队伍 有什么不同 我们用王哲林那句话说 王哲林说 四年前输给伊朗那场比赛 让他知道了自己 什么都不是 四年之后的今天 再次掰手腕 让他知道 在场上该做些什么 现在让我们一起 为中国南篮的小伙子们 加油 助威 希望他们拿下这枚金牌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 为您转播的 第十八届亚运会的 南篮决赛 今天是由中国队 迎战老对手伊朗队 这是本届亚运会 篮球比赛的最后一场 今天现场是坐满了观众 在半决赛的比赛当中 伊朗队是击败了韩国队 进入到决赛 中国队是击败了中国台北队 两个老对手 今天在决赛当中再次相会 在刚刚呢 女篮的比赛当中 中国女篮是击败了朝韩联队 获得了女篮的冠军 这对中国南篮的小伙子们 也是一种激励 希望他们今天全力以赴 展示自己的最佳状态 李南之导在比赛上场之前 给所有的运动员 在做着最后的布置 今天呢 怎么来防哈达迪 怎么来切断哈达迪 跟队友之间的联系 怎么来破 在整场比赛当中 伊朗队很有可能 长时间使用的联防防守 都是中国队在策略上 需要有针对性的布置 伊朗队的整个阵容呢 也沿袭了他们之前 在亚洲杯 包括在今年 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 核心阵容 而且他们在 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在本地安营会 一路杀到了决赛 周琪在决赛当中 再次面对哈达迪 这让我们想起了 2015年长沙 亚井赛的半决赛 中国队的优异表现 比赛马上开始 我先来看伊朗队的进攻 伊朗队的整个进攻呢 都是以哈达迪为中轴 中文队在今天 整个外线的防守上 要提前预判 提前到位 上海师利用掩护 一个法律线的跳投 中文队没有控制好 后场篮板 巴哈达迪 再给哈达迪 他们两个人的配合 是太熟悉了 换防电宇航 在篮下防哈达迪 还是防住了 中文队一开场呢 在防守端 展示的是非常有静气 都是有预判 没有特别凶的去抢 看看这次进攻 刘志轩 再给丁燕宇豪 还是利用一个掩护 丁燕宇豪后车步中级离 这个球打得也是非常果断 要注意整个伊朗队的反击 伊朗队的转换速度呢 也是非常快 巴哈达迪实际上 是伊朗队的一个组织前锋 那球呢 基本上都在他手里 今天中文队的先发仍然是 孙明辉 刘志轩 丁燕宇航 王哲林跟周琪 伊朗队的今天的先发呢 大家看到在封线上仍然是 巴哈拉米 后备线是 马莎耶西 德文后备是亚可查理 在内线是萨贝尔 跟15号哈达迪 中文队今天在外线抢防的非常凶 要注意这种养护的换防 呼吸扩出来 线队对方 王哲林 在篮下顶靠哈达迪 加击 防得非常好 中文队今天所有的防守都有预判 而且提前到位 中文队也预判到了 对方呢会上身体 萨贝尔跟哈达迪在篮下 会利用身体先挤开中文队的内线防守 看王哲林 现在进攻呢 在终结这一下呢 命中得稍微差一些 方文队开场呢 打得很焦灼 还是巴克拉米 要注意他变相之后的左手突破 这是一个高地位 中文队不断换防 在篮下 逼的哈达迪只能拉出来投公投 这也是整个 伊朗迪他进攻的一个方式 哈达迪在本届亚运会比赛当中呢 他投的并不多 但是他的命中率还是比较高的 但哈达迪有更多的这种自己的进攻呢 实际上对他是比较大的消耗 关键是不能让他跟全队能够串联起来 周琪一打一篮下吃 萨贝尔后仰跳投 好球 周琪这是一种强硬的表现 在整个进攻不是很流畅的时候呢 周琪跟丁岸宇航 一个在封线 一个在内线的强杀的能力 将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哈达迪最擅长的在外线的侧应 他拿球先预判 中国人要注意其他外线 包括封线的绕切 这个球中国的只防球没有注意人 顺便黑突进去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 在整个进攻当中 中国就要持续的给对方内线杀伤 尤其是卡达迪这点的消耗 当然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我们的外线 我们的外线包括封线 突破上篮做动作都要坚决 要在整场比赛当中 只要哈达迪站在场上 就是让他消耗 毕竟他这33岁的年纪 对他的消耗将是这场比赛 非常关键的一个主题 主题六眼后爆扣漂亮 主题上了一个战斧式爆扣 迎着哈达迪 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球星啊 就是一内一外的强杀的能力 当战术运转不起来的时候 中队需要他们两个的个人表现 在内线加击哈达迪 哈达迪呢 有这种内传内的这个配合和意识 所以呢 无论是外线防守还是内线防守 都是要提前到位 脚上要提前有预看 主题这个球接底线球 隔人批靠 真是非常残暴 我们要注意这种细节啊 因为对方确实很有经验 马赛耶西是一档队现在的核心后卫 他起在的是卡姆达尼的位置 他打球经验非常丰富 孙明辉要不要受到对方的干扰 这边六十圈上题 中文队打这个快前 关键是球和人要平时动下来 无论是双人侧还是三人侧 这球动人动是非常关键的 但现在呢一档队 切中国队之间的联系切得不错 中节又是一篮下一个盖帽 我们现在连续丢后场栏目球 往这种养护呢 还是要提前预看 脚要移动快 哈达迪拉到外线投三分 这个球对方点抢栏目球 中国队还是收下了这个球权 双方开场的节奏都不是很快 但实际上在发动进攻这一下呢 都是很凶的 都是用全力 还是上演户 丁建宇棠接球 这球停了 丁建航自己来 干拔跳投 漂亮 这就是中国的强杀的能力 当整个这个节奏不是很顺 这个快前打不起来的时候 就是两个 我们的主要进攻队员的个人表现 两个人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我们的换防 往这连 现在今天防这个挡栏 防得非常好 我们要注意 被球的保护 对方的 马上耶锡呢 在本届演员会的比赛当中 他场均呢 有两个抢断 他手非常快 对方的一个强托 中文队终于上线的防守 8号是亚克查理 这是伊朗队的外线第一得分手 变运航强托 因为呢 这个马上耶锡他重心很低 中文队没有退防 这个时候还犯规了 中文队在除了电影行跟周琪的个人的这种强攻之外 其他几个点呢 现在打的呢 不是特别清楚 尤其在一些细节上 在一对一的对位防守上 现在场上的需要大家沟通一下 呼应一下 这个球萨比尔呢 是一个内线顺下 他是一个偷下 中文队现在防阵地没问题 关键是防转换 现在的有一点 呼应的不够 中文队这边上了赵瑞 现在场上是双后卫 赵瑞和孙明辉都在场上 赵瑞的突破能力 一党队注意了中国的突破杀伤 他们都是先上身体靠住之后 且退且防 而且下手很准 黄正林 单防哈达迪 哈达迪转身跳投 这个就是对哈达迪 比较大的消耗 而且哈达迪在这种进攻当中 他退不回去 中国队要坚决抓转换 好球 伊朗队呢 他比较吃反击的 因为哈达迪的退防是有问题 中国队向这种球转换进攻 孙明辉跟赵瑞要坚决抓 中文队要拿上方术 中文队要拿上方术 哈达迪在本阶亚营会真是状态回升 他场均11.7分5.7个多马四个助攻 他才是整个伊朗队外线真正的发起点 中文队今天对他的限制 还是做的非常有针对性 小队两发两中 赶上的一个12 阿达迪他要转到左手 他这个体前变向转到左手的基金掉头 或者是篮下的这个顺下之后的上篮 还是看出他的功底 好球 方硕今天顶住压力 他之前命中队确实不高 今天上得很敢打 这球突进去基金跳投 稳稳投进 这种进攻对中国队非常重要 而且用他的这个速度 现在来限制一下马赛耶西 他已经突进 这球过不了周期的这个高点 阿达迪现在退步回去 中国队追身打本机赵瑞 赵瑞这个球呢 还是突出的有点凶 在行进间呢 他是想选择传球 但是对方呢 已经把这个线路断死了 要注意巴卡拉米这个变向之后 左手的这个突破 包括他行进间的基金跳投 同队开场五个失误 在这种控制能力上 确实经验上是不如老道的伊朗 亚和哈利 亚和哈利这点 他的本届亚运会的三分球命中率呢 只有33% 看他吃鱼赛的命中率达到45% 所以还是要时刻保持他面前的这种防守压力 中队第六个失误 其实这种失误呢 都是在全力进攻启动的这一瞬间 对球的控制不好 赵瑞这个球呢 站在了这个进攻队员的面前 但是没有给他太多的压力 中国队有拿回电影 拿上董汉林 董汉林去顶哈达迪 给他消耗 死顶啊 好的 但是这个球大家看到 巴卡拉米的这个经验 中国队今天在 就正面跟对方的迎击呢 我们在阵地防守 包括一对一的防守上 都是非常的有针对性 而且顶住了对方的狂攻 但是在一些细节上 在控制球 周琪 周琪 不然人一会都到第一位去 不吧 你们进攻现在有点卡球太慢了 挡拆走一次 就不往下走了 过去打个手枪 续下去周琪要到第一位 另外手枪呢 对于方硕跟赵瑞的要求非常高 这手枪是打的一个机敏 就是你行进间挡拆之后 好像要顺下 要注意弱色45度的空位 这个球呢 低平球 口袋传球打出去 这叫手枪 现在中国队在两个外线呢 打得太直白 不是很聪明 就是怎么突 怎么去传 让对方的外线控制的很清楚 所以李南之道 要求两个后卫 两个持球点 要打得更聪明一些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战术打出来 还是给迪远宇航好球 这种强杀的能力 是中国队最需要 迪远宇航在本期爱运会 也是一直在调整 他一直在找这个感觉 在打哈萨克斯坦的小组赛的下半场 迪远宇航确实是全力回升 感觉到他的这个状态在回升 在当今中国队世界比赛当中 还是亚洲比赛 迪远宇航在三号位 这种强防和强杀的能力 将是制胜的关键 中文队进攻的正面防守没问题 防挡拆也没问题 注意一些吃控球和前场来半球 对方的拼抢 对方打的是惊艳 都是这种小球 巴赫拉米 还是跟哈萨迪二打二 就是打这种细的 中队不吃黄 又是巴赫拉米 都是这种失控球 前场篮板二次进攻 中队顶住了 但是这种经验上 确实是对方占优 这球进攻呢 又是有点停 助其强攻 打到外线 看看方硕三分球 跳呀 方硕今天敢打呀 今天顶着压力 确实之前命中率不高 今天出机会还是很果断 对于投手来讲 不能受任何影响 看看这边是打到外线四处度 77号萨贝尔是有三分的 还有三分射程 四号位他能拉出在头 这个球还是巴赫拉米去串联 电影行这个球有点犹豫 这个球呢电影行是想跟队友行动配合 但是跳在空中了 没办法 现在打的还是有点太直白 就是我们挡拆突破 都是让对方可以预判 都是靠着这个强冲击力去杀伤 这样呢对方就没有应对的这种压力 中队在防守上 还是真是给对方上强度 对巴赫拉米对哈达迪 今天是全力的去顶 中队上来之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球巴赫拉米 这球呢他也是没运好 防挡拆是要过 前场篮板 又是被伊朗队抢到 中队今天的篮板球是输得太多了 伊朗队已经抢了第一节到现在抢了五个前场篮板 中队急停轿头 又是方硕 关键时刻方硕敢于承担责任 今天在第一节方硕是连得七分 帮助中国队在进攻比较困难的时候顶住了这个分差 第一节我们看到伊朗队的实力 他们这种积淀 这个阵容虽然有些老化 但是他们打这种比赛的时候 他们知道怎么去在场上用对对手的挑战 第一节呢也让姚明呢感到很大的压力 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他得不出吗 我帮助大家好便 水中贵族 百岁山 水中贵族 百岁山 第十代四域 首付五城起科项十二期 零利息零手续费 来自东风轰达 喝熟水真结合金脉狼两百开 邀你一同助力中国篮球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中国队在第一节呢 篮板球丢的比较多 前场篮板上伊朗队抢了五个 而且中国队失误第一节有六个 这两个点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致命 中国队第一节只说十八分 这确实是个机会 电影行投队很果断 第二节中国队上了阿布托沙拉木 中国队现在场上的阵容呢 王哲林 在身边的其他四个位置上的 移动速度都非常快 今天呢 伊朗队的外线投手 亚克查利 手感非常好 王正林打哈达迪 在篮下强吃 这个球犯规了 阿布托沙拉木 要持续的要给对方的杀伤 就是我们说内线一定要活力 要积极 要消耗 要跑动 在今天董汉林跟 沙拉木两个点 对于 沙拉地在场上的消耗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看 就这种持续的 看上去没有机会 我也要冲到你身边 给你一些压力 用持续的消耗特别关键 阿布托沙拉木两发两中非常稳 滑中之后的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 中险加击 巴哈达迪 这还是很果断 对方又是 非常有经验的 马上耶稷的突破 好球 方说今天呢 确实是 改变了这个心态啊 他非常放松 今天在这种决战当中 方说已经得九分了 而是四中四 这对自己也是一个证明 阿拉迪后撤 哈达迪 阿布托沙拉木防得非常好 这个球呢 其实已经防到了点上 哈达迪还是把球给拖进 天宇航 再给王正林 手对手 赵瑞突进去 找王正林 对球角度不好 老内的反击 巴哈达迪三分九 巴哈达迪今天状态神勇 整个进攻呢 还是延续的不好 比南之导要叫一个暂停 现在整个进攻的延续性不好 巴哈达迪是非常有经验 他在本家营会几乎不投三分 他今年已经是35岁了 这个状态真的又回升到他十年前的那个水 这个前方狠一点 进攻不要躲 该上来上来盖一个就盖一个 挡开以后 他老是在办法 去里找我呢 要不我中头 要不我听你去 早一点给他玩 跳上大 不要做太多动作 让人家拉你都不吹 我底下不跳 你满了 放开一点 哎 哎 没关系 他撑了一点 撑了一点 撑了一点 没关系 突然有一点 他还要 它是在 里面堆 中队现在很被动 关键是呢 对方太有经验 而中国对巴拉米跟哈达迪娜 也是太了解了 但是在场上 真正在这个比赛环境当中 亚运会决赛当中 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巴拉米的这个 在斜防当中 那旁挡拆 他退防的一个距离 用他这个长的臂展 他前后可以控制你 就是在正常比赛当中 你想把他调出来 我直接打一个内船内 还是我直接去投篮 这个位置总是不舒服 巴拉米他这个防守的特点 就是让你让封线进来不舒服 所以刚才李南知道强调的 就是在整个形成进攻 都要不就坚决 内线就是强凿 封线突进去就直接上篮 吃帽就吃帽 但是现在关键是 你要把这进攻延续下去 现在在中间 不上不下很难受 然后呢 伊朗队断了球呢 他的反击是非常犀利的 对哈巴迪还是很有经验 好 中队在这个暂停之后 在进攻端 这执行能不能像 刚才暂停布置那样 有一些变化 周琪拉到三分线外 康瑞出手 这也确实是个机会 那对周琪呢 哈达迪是完全 中远距离是不管的 因为他也扣不出来 哈达迪在这个位置 是他比较擅长 侧应的位置 这个球还是靠经验 他有一个假动作 而哈达迪呢 他的右手做手术 他现在很多的 在强对抗当中持球和完成的 都是左手去完成 天宇豪刹到内线 打出来 阿布特沙拉木 这个球还是打到了 就是不上不下这个位置 很难受 这个点终结呢 他稳定性太差 中连现在进攻呢 比较被动 哈达迪又是被惹人打周琪 连续用对抗呢 两次强力的压制周琪 周琪跟哈达迪的对位呢 就是哈达迪在力量对抗上 确实还是占优的 看看这个手提手 天宇豪 三分球头短了 在进攻不顺的时候 还是要努力去防 还是要去强调防守 现在很困难 加击 现在中队改变了策略 用加击的方式 哈达莎莫上篮好球 这就是我们说的 当有这种机会的时候 上篮突破 做动作一定要坚决 吃一个帽的 吃一个帽的 坚决要杀下哈达迪这点 人家被他控制在篮下 两三米这个位置 非常难受 前套了门球 又被伊朗队抢下来 伊朗队这个配合呢 有点不默契 萨贝尔是专注的找哈达迪 忘掉了吉他队友的位置 哈达迪这个经验 作为一个大中风 他用后背 找这个你的位置的感觉 一瞬间 他找到周期的重心 是防底线 他顺势的一个背转身 确实是有经验 萨勒莫这球就是 不拒篮下的高度 该杀伤杀伤 出进去 好球赵瑞 赵瑞和阿布萨勒 现在执行 教练这个意图 还是非常明确 阿布萨勒莫换防 赵瑞欣呢 他很少投篮 那基本上都是冲击篮框 好球 进步之间还剩下一秒 中央要注意对方的 这个底键球的配合 这球很难投了 篮板球保护下来 中队看看能不能打一些转换 哈达迪很 这边哈达迪不在场上 他的整个移动速度 推防速度呢 伊朗队在加快 阿布萨勒莫 打卡兹米 墙顶 背转身 好球啊 这就是阿布萨勒莫的特点 他也是在不断的对抗当中 找卡兹米的这个位置 卡兹米大家知道 他是一个特别生猛的运动员 他宁愿跟你在高中 形成对抗和直接的高空对决 而萨勒莫就是不跳 所有的问题都在地上解决 看看这个阔防出来 周琪 献住对方的投篮 中国队这边要起势 看看这个转换 方硕 再给阿布萨勒莫 到篮下 好球啊 阿布萨勒莫 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在防守端 在进攻端 连续得分 确实非常敢打 而且阿布萨勒莫这个风格呀 伊朗队也不适应 因为呢 在 确实很少见到这种类型的运动员 卡斯米一直在等着跟阿布萨勒莫在空中对决 阿布萨勒莫都是在地上解决战斗 而且他这个行进间他的节奏的变化 你还真是很难把握他这个出手点 这就是阿布萨勒莫的风格 阿布萨勒莫的风格 尽量他现在中途头的同格 尤其是八号和十四号 稍微贴到九一点 哇 这是防守 再一个篮板球 你会让自己的生群 没有 宜贴到对决战斗的 你会想到我们感写 下场休息 中国队用了个机会 也是打出了一波8比0 阿姆特沙拉姆斯得到了8分 4中3 他跟赵瑞现在呢 是整个进攻的箭头 中国队继续保持 这个阵容呢 防守的脚步也是非常快的 到篮下这个确实打不了周旗 这球有点幸运 这个球完全看不见宽了 梅萨姆这个球是往空中一致 真是打劲 对方是4分之三少前 不让足迹接球 犯规 梅萨姆是一个身材不高的中锋 但是他很有力量 看这个球 确实有点幸运 非常难啊 电影宇航 我第一位 这个球犯规了 电影宇航展示自己 在这个位置上 对背强杀的能力 这是一两队的 风险替补 加姆西一 一对一防守 加姆西一的 这个个人能力 肯定是防不了电影宇航的 这个球犯规没有任何争议的 这种都开始搂抱 再给沙拉木 沙拉木有三威胁 描一下篮 再往下顺 电影宇航强杀 这个球太小了 还好抢出来 还剩三秒 再沙拉木下 造犯规 好球 中队现在呢 打得非常的坚决啊 所有的突破 上篮做动作 都很坚决 就是直接照框去 李南枝掌那个暂停 给大家的布置 大家都做到 这种球一旦不坚决 中间稍微的犹豫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这样造了对方一个杀伤 而且他的踢股的内线 梅萨姆两次犯规 伊朗队 他本身打球的人少 内线替哈达迪 实际上就两个人 一个是梅萨姆 一个就是萨比尔 方硕真的很棒 也看出李南枝掌对他的信任 之前的命中率进攻上 确实他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今天呢真干打 尤其他第一阶 第二阶不中 出席扩出来 走步 这球是判了中队防守犯规 中队现在守一三二连防 两个内线这是在底线 这个联防呢对方不是很适应 看中队的转换 再给周琪 描一下打三分球 漂亮 追身三分 周琪这个球实际上在整个行进天 他都在调整那个节奏 这个球上的也好 光说给他上的也好 拿着很舒服 现在分差是六分了 中国队是在艰难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往上赶 换防 要外线支出去 对方强头三分 这种球是没有机会的 篮板球 哎哎哎 中国队继续守三二 这么打周琪是太困难了 梅萨姆呢确实很有勇气 但是确实是打不了 周琪突进去 上篮 再补 造犯规 看看这个球 梅萨姆是三犯了 我想用自己的力量限制周琪一防一啊 这个确实是太难了 他勇气可嘉 他连续三犯 哈达迪就得提前回来 这就是消耗 对哈达迪的消耗 对他替补内线的消耗 哈达迪就必须要多打 周琪做得非常好 这种球想过周琪的这个点太难了 梅萨姆三犯 这让哈达迪就回来 如果没有这个杀伤 哈达迪可以这一节 可以做到节间休息 中场休息 让他体能会得到很大的这种调整 但是他要回来打这两分钟 同队连续追分差四分了 这就是一场消耗战 一党队呢 他确实是打球人 人员还是少 年龄呢 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短板 那年龄确实偏大 这是一个四节的漫长的艰苦的战役 而在那掩护这球掏得非常巧 这种掏扣勺啊 很容易犯规 看看这个球打出来 赵瑞 造犯规 漂亮 赵瑞这球凸得很凶 这种球赵瑞预判很好 外线持球 对方扩出来 不是判断你的位置 看到你重心的移动 我这步就凸进去了 即使你的身体 身材很小 重心很低 移动速度快 但是你的重心已经移动了 我凸进去你 防守本身是被动的 所以这说明赵瑞 在现在在持球当中 他也有预判 这球攻得非常的清楚 现在场上行事被动 巴克拉米和阿哈拉蒂 都得回来 中共队这种消耗的目的 就达到 中队追到只差4分 上半场还剩下1分51秒 赵瑞今天三伐三伐 非常稳 从姚明的表情来看 能感觉到上半场 第一节和第二节 不一样的这种压力 带来的状况 现在稍微放松一些 中队现在逐渐找到了节奏 现在追到差2分了 中队今天获得了11次发弹 对方只有一次 巴克拉米还真是有能力 关键时刻 还是靠他可是能力 看看阿布莎拉姆三分球 漂亮 阿布莎拉姆三分球 方硕的三分球 周期的三分球 在外线非常拯拯 每个人都敢打 阿布莎拉姆已经是得了11分了 他在整个中队现在这个体系当中 是太关键了 这边防住了巴克拉米 但是第二落点没有控制好 中队还是守这3-2 绕前方 这球呢大王有点急 这种球呢是哈达迪很喜欢的大王 大家都过来安慰他 勇气还是可嘉 但是这个球不是很聪明 因为你个3-2呢 实际上在篮下本身就两个人协防 两个人协防 这个球 这个球顶住哈达迪 挂住他 即使他打进2分呢也是给他一些消耗 哈达迪非常喜欢你在这个行进间啊 在对抗当中有这个四分之一绕前 他会非常习惯这种发力的状态 这个回合呢还吹了一个技术犯规 中队分差是4分 看看这球 这球吹足挡 中队注意了对对方内线的这种分线 12号是他的老将阿克哈达迪 他也是跟哈达迪巴哈达迪这个黄金一带 这拨人打了很长时间 他的特点就是配着哈达迪他有空切 留着圈在方巴哈达迪换 还是要找阿克哈达 还没有篮 他的主要得分方式是空切进去的篮下得分 黄泽迪 这球有预判 篮下夹击 外线 哦对方失误 黄泽迪这下呢就是在战斗当中成长 经验在战斗当中积累 这球就不吃荒 而且有预判知道哈达迪要从底线转身 中国在这段时间防的也是不错 上场比赛还剩下23.9秒 我们在这个回合进攻的是换上朱琪拿下王登林 这次进攻打一个成功率23.9秒 哈达迪别换下哈达迪这第二年 上了这两分钟最后的两分钟消耗还是很大的 中队要打一个成功率 看看方数 周琪上来给掩护 这球还是有点犹豫 刘志轩 这球好球啊 刘志轩这个球打得非常聪明 这是一超常规动作 险些打进 中队在上半场在很被动的情况下 在落后几分差距两位数以上 靠着我们的防守 靠着一个暂停之后 回来每个队员坚决的执行攻击篮下 冲击篮筐 年轻的队员赵瑞 方硕 阿布萨拉姆 展示出了自己的信心 中队上半场落后4分 我们稍稍休息 一会回到双方的下半场 中文字幕 grav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中贵族 百岁山 水中贵族 百岁山 第十代四域 首富五城起科项十二期零利息零手续费 来自东风轰达 扫描二维码 参与水警方亚运之心互动活动评选 为您喜爱的亚运之心选手大高 迎娶水警方提供的新美礼品 获奖观众将在每晚的全景亚运会亚运之心板块中 为大家揭晓 期待您的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个人买家 瓜子二手车直卖网 二手车行业领军者 中国南篮和伊朗南篮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那么可以说这打得低档起伏 扣人心弦 上半场呢 我们暂时是以41比45落后4分 那么过一会儿 我们将会继续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在这儿呢 也给大家做一下预告 刚刚呢 中国女排以3比0战胜了泰国 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的冠军 那么在这段演播之前呢 郎平和朱婷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国际广播中心 我们给大家预告的是 在中国南篮的决赛之后 将会来做客我们的风云会栏目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那本届亚运会期间 您除了可以通过我们CCTV5的电视屏幕 来收看丰富的赛事直播之外呢 还可以下载我们CCTV5的手机客户端 我们在客户端上为您安排 更多的增量赛事直播 了解亚运会的赛程和奖牌榜的情况呢 下载我们CCTV5的手机客户端 一起掌握全方位的亚运会资讯 因为在南篮赛场进行比赛的同时呢 还有很多赛场都在进行着相同的比赛 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想要看其他比赛 就在我们客户端上收看 好了 我们过一会儿 继续来关注中国南篮 对伊朗的下半场比赛 水中贵族 百岁山 水中贵族 百岁山 第十代四域 首付五层起科项十二期 零利息零手续费 来自东风轰达 飞科智能替虚刀 智能替虚系统 全身水洗 飞科智能替虚刀 全精ES 兼容之道 自成心境 Lexus 请不吝点赞 订阅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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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我的兄弟们 李宜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两位选手谢思逸和曹元在预赛当中排名第一和第二位 两位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都取得过非常辉煌的成绩 分别是里游奥运会和17年布达佩斯世纪赛的冠军获得者 在这一轮之后 曹元的个人的一个难度和完成的质量会更好一些 172.55排在第一 比赛继续 来到第三轮 好动作 曹元的307 做得还是不错 这样曹元这一跳拿了94.5分 也是全场目前的一个单跳最高 曹元和谢思逸彼此之间既是双人的搭档 也是单人的竞争伙伴 漂亮漂亮 谢思逸整个人很轻啊 就像是地心引力在他在身上减弱了作用一样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轮次 曹元和谢思逸都发挥出了极高的水平 谢思逸跳了97分 也是刷新了曹元目前本场的一个单跳最高 总体来说 两位中国选手在这一场的表现到目前来看啊 跳出了非常好的轮次 但也有个别的动作会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瑕疵 比赛继续 来看曹元 3.9的动作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 还不错啊 毕竟是一个超级大难度 所以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够 也是很正常的 今天动作其实也跳好了 然后就是有一些就像是在控制一样 然后不够干脆吧 就是没有一个特别亮点的动作 觉得 来看一下谢思逸 谢思逸这一跳是向内翻腾三周半缺体 很轻松啊 太漂亮了 就是单跳满分111的动作 谢思逸跳了105 105.4 来看一下最后一轮 曹元的最后一跳也略有差池 向前的四周半 明显的不够了 在上一轮结束之后 他落后谢思逸是7分多 不到8分 想要争取到这枚金牌 除非谢思逸在自己的最后一轮里面 也出现大失误 540分 漂亮 没有问题 这枚金牌应该是写在谢思逸的名下了 560.80分 超过了队友曹元 排名第一 并且最终收获金牌 在今天的两个动作当中 都是超出了100分的单跳成绩 非常的突出 其实今天的走板 对我来说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所有走板都起得很高 但是在自己动作上的一种处理方面 还是欠缺一些 不能止步于当前 还是得继续突破自己 妈妈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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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没有问题 我来说 我来说 就很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看亚运 这是一个互联的世界 你看不见 但它就在那里 它连接你的生活 看直播 点播 互动 精细连连 看亚运在世 无时无刻 精彩无处不在 现在 一切从这里连接 CCTVV视 CCTVV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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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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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enna